哈喽 大家星期四早上好 我是tony choy so 今天我要讲一个就是昨天有一个佛牌友他来 他有讲他一个体验啊 他体验就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他的pranagin的 他的pranagin当然不是这尊啊 但是也是跟师父Azhan Khitibat 共情的 so 啊他呢是讲呢 他就是说他去年的时候了 他去年的时候他有啊 赌球就是赌那种叫做啊 英超联赛啊 好像是英超联赛是欧冠联赛啊 so 那个时候呢 他输钱啊 他输啊快快一点钱了 我们人讲了那个一个毛了 他输差不多有整千块了啊 然后他输了整千块了过后呢啊 他就他就啊 心想说哎呦输输这样多钱哦 这样好像不知道做什么哦 买A对赢就就啊B对赢 买A对赢就A对赢跳来跳去 每次都坐到贼船了上到贼船了 so 他就啊输了啊 整千块这样了 so 他就不感应了 他就说他就想想说啊 对我有工情 Azhan Khitibat 的拍案了 为什么不问问拍案呢 so 他就啊 先就是说去啊回家 他他就买了鸡蛋了什么咯 然后拜啊点干门烟拜 那拜了过后呢 他就买就是两个硬币 两个硬币好吗啊 我想这样的硬币了 所以他就问了啊啊 胖啊胖啊 你有在吗丢一下啊丢 然后如果说 他的硬币啊 是这样两个开呢 就是他不在咯 就是no 的意思咯 如果这样两个一样的 也是no 的意思咯 这个不一样的 就是一个花和一个公的话 ok 为什么叫花呢 因为这里有个花咯 然后这里叫为什么公呢 呃 我也不知道了 一路来都叫公了 光花光花吧啊 就这个就是叫胜北啦 胜北的意思呢 就是说啊是yes 的意思了 so 他就拿这个呃 两个硬币去问他的胖安咯 他问他胖安 他说啊胖安你有在吗 他丢一次啊有 十三杯 然后第二的时候他说啊 我输球了哦 然后我想赢回来 然后你可以帮我吗 然后他再丢两个关啊 因为这种东西啊 问这种东西拿这种硬币问啊 是问一次不了的 不可以问两次的啊 如果你问两次是不准了 你好好问 ok 诚心的问 然后你丢的时候丢好好 不要说丢到下去笼高 或者是丢进那些什么 拉拉就是那个缝里面啊 就是说找不到的地方啊 要丢丢好好了 就是丢好好就好了 不要说丢到 丢到大大力啊 什么啊 ok 所以啊丢不要丢到太大力啊 他就丢到找不到就不行了哈 所以他又再问又丢 他说啊 我要赢回这个一千块 你可以帮我赢吗 然后 拖出来哎 又是胜肥了啊 然后过后的时候 他就说啊 好谁了 他又再问了 他说啊 这样今晚我 我还要有球了啊 是不是这个赢啊 他丢 哎 没有我 就这样我 然后如果说啊 然后他再问了 是不是他刚才问A吗 然后他就问B哦 是不是B对赢啊 就在丢 哎 又是出现这个哦 这样就傻去了 他说这样的话 但是他就讲说 是不是不可以啊 在赌博了 不可以在啊赌博上赢回这个钱了 他在丢哎 又不是我 然后说 他又在问说 是不是说啊 刚才你说你要帮我赢回吗 赚拿回这个钱吗 是不是说啊 啊 要在好像做生意那边呢 那边赚回 再丢又不是我 然后他又在问了啊 是不是 Number那边 你可以帮我赚回这个钱 我他再丢 又不是我 so 那时候他还是傻了哦 他还是讲说 这个也不是 那个也不是 他就问多一次 他说 是不是说你会帮我啊 赚回这个钱 但是啊 一定有办法就对了啊 他是你用你的办法啊 我是不需要知道了 是不是他在丢 碰 喂 真的是我 是胜碑我 然后他讲好了 就相信他一次了 然后他就把这个钱放在旁边 因为他每次啊 拨杯啊 这个叫拨杯啦 他都会用同样的钱 so啊 就是说啊 可以说 谁有供奉 阿赚基里巴的攀岸的话 或者或者攀岸峰的话 也可以放啊 两个钱在旁边呢 所以以后要问是可以问的 好啊 过后呢 就是说啊 他丢了最后一次 然后他就说好了 你说你有办法帮我还 啊就是说赚回这个钱就对了啦 这样好了 我就相信你呢 他就没有管了咯 so过后了啊 那个什么啊 联赛被啊 踢完了 然后踢完了过后哦 很奇怪的东西发生了 就是说 那个 Buki啊 没有打电话找他 然后他就想想 哎 好像不对劲样哦 然后他反而他打电话回给那个Buki 跟他Buki讲说喂笑呀 我我我我输你的钱多少全部 你算算一下 我要还你啊 他然后那个Buki跟他讲说 OKOKOK 我算了跟你讲 我算了跟你讲 很忙很忙 很多账要算要算 他就讲哈 OK咯 就没有管他了 然后再过两个月 那个Buki 还没 还是没有扣他 要他就奇怪了 他讲 死了啊 那个时候都差不多要啊 新年了 然后他说新年钱 不要欠人钱比较好吗 他再一次打电话给那个Buki 然后那个Buki 听有接他电话 但是Buki跟他讲说 啊 你的钱啊 不用紧了 不用紧了啦 我们啊 也是也是认识的 不用紧了 不用紧了 那一点钱不用 没有关系的 所以他吓到咯 他讲什么 那你可以这样的 他说我我欠你 应该是差不多要 啊 整千块了 我那里讲 不可以还了 整只那Buki讲说 啊其实啊你你的账啊 我也不知道怎样做了 应该是弄丢了 这样不用紧了啦 你请我吃一餐就够了了 所以他就吓到咯 他说哈 他敢都得啊 就是说怕安有帮到他咯 真的是用怕安自己的方法 就是帮他啊赚回那个钱呢 如果不是原来不是赚回 而是给他不用亏那个钱去 so我今天讲的这个分享 就是说呢啊 其实呢 经过他这样讲的话呢 就是说问是用这个钱来问 是行的同了啊 是可以行的同了啊 so大家如果有供风 truck安啊 或者有封风 开南风的话呢 也可以试试看呢 就是说啊 啊 问东西的时候可以 拿两个硬币试试看啊 但是最重要是诚心的问 问好好 然后丢丢好好 不要丢到某某某某这么晕 然后丢了看啊 啊记得如果是一个公 一个花呢 就是yes 相反呢 如果是两个都关呢 就是no 两个都开呢 也是no 所以只是问一次就好了 好 so我的live 不是live 我的video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